地跨亚欧两大洲的土耳其是东西文明交汇之地 穿梭在土耳其三大城市间的中国造列车 成为一带一路流动的风景 守护中国造列车并与其一起在异乡成长的 有一名中国中车工作人员魏公益 驻外十多年来 他从一名语言不通的普通售后服务人员 成长为身兼现场项目管理 翻译 技术人员 客户培训师的多面手 今年1月22号正值中国农历大年初一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地铁线一期工程 分段开通运营 这是欧洲最大机场首条投入运营的地铁线路 标志着中国首个出口海外 时速120公里等级 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列车项目正式运营 当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宣布线路开通并试诚体验 点赞这是土耳其最快的地铁列车 他还邀请正在现场工作的 中国中车工作人员魏公益一起合影 那一刻我代表的是中国中车 我想要完美地展现 哪怕属于我的只有几秒钟 这一刻距离魏公益踏上这片土地 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2011年他从诸州到北京 飞伊斯坦布尔再中转到伊斯密尔 那是魏公益第一次出国 他出发前自己连碗和筷子都戴上了 我从北京登上飞机那一刻起 我就心里面决定了 必须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中途放弃肯定不是我的风格 带着网筷来到土耳其的魏公益 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不是饮食而是语言 他坚持每天背单词 看当地的报纸和电视 翻烂了土耳其语与汉语词典 如今不仅突破了语言障碍 还经常得到土耳其徒弟们的称赞 他对工作非常认真 对徒弟非常好 他很了解列车 土耳其语表达能力很强 交给了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知识 现在魏公益已经培养了 30多名土耳其徒弟 他自己也从一名售后服务人员 成长为身兼现场项目管理 翻译技术人员 客户培训师的多面手 和魏公益一起成长的 还有中国中车驻土耳其的整个团队 从第一列地铁列车抵达伊兹密尔海港 到伊斯坦布尔机场线开通 十多年来 他们就像地铁列车穿行隧道一样 在不断挑战和穿越中 勇意前行 今年2月 土耳其南部突发两次7.8级大地震 地震后 土耳其交通部临时做出决定 机场线地铁全天候运营 以保障各国救援人员及物资 顺利中转载区 于是中车团队开启三班岛工作模式 24小时守护每一辆列车正常运营 现场服务团队不断地监管列车的运行状态 到现在我们没有遇到过任何严重问题 我们向中国团队表示感谢 我们的齐心协力将会赢得更大成功 十多年来 中国中车工作团队先后参与伊兹密尔轻轨 安卡拉地铁 伊斯坦布尔机场线三个项目 走遍了土耳其大大小小的城市 眼下为公益政和同事们 在新机场线17工程 1号至2号车站间 进行线路检测和信号调试 为今年10月 17工程全线通车做准备 届时 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到新机场的时间 可以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预计日均客流量将达到80万人次 作为中国与土耳其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 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地铁线 全长65.6公里 共设16个车站 在今年初通车的 一期工程2号至9号车站间的 31.5公里线路上 截至8月底 列车已安全运营超过100万公里 做一件事容易 坚持做一件事却很难 重新省视整个人生过程 这十多年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前路区区折折 有当当的人不停步